各位網友大家好 和大家看看國際新聞 國際新聞方面有什麼消息? 會和大家跟進一下英皇查理斯三世 因為說到他的情況好像不太樂觀 惡化 究竟會有什麼行動呢? 白金漢宮我們回頭看看 另外 美國出現了撕殺列車 不是吧?是真的嗎? 又是關乎一隻鹿 因為有人吃了殭屍鹿 就出現了大件事 除了人類要打仗 也要打喪屍 真是天下大亂 另外也會和大家看看 美國首例 麥里閹割 哇!厲害啊! 有多厲害 為什麼要麥里閹割他呢? 稍後看看吧 請大家給個讚支持一下 首先和大家跟進下一單 關於有中國公民在菲律賓潛水 離奇遇溺而死亡的事件 現在當地警方揭露了真相出來的 因為 話說這件事件在前天 有一名中國公民在菲律賓潛水的時候出現了意外 遇溺死亡 在呂宋西南部附近的海域 當地警方調查之後發現到 原來是他屬於氧氣中毒事件 糟糕了 中國駐福利賓大使館確定了這名中國公民 在八蛋硬散潛水的時候 遇溺死亡 大使館說已經和當地警局確定有關情況 並且和當事人的家屬取得聯繫 將會全力協助家屬處理後事 這個地方叫馬比尼鎮 水清沙有 非常多東西看 很多人都會去菲律賓潛水 被譽為被點 通常有些都是 你找到哪些位置好潛水 通常很少公開的 因為擔心被人玩爛 也被譽為這個地方 馬比尼鎮就是菲律賓的潛水之都 但是菲律賓時不時都傳出潛水安全事故 在二、三年五月同樣也是這個地方 有一名43歲香港潛水員 上潛水堂時不幸遇溺身亡 在19年也試過一名廣東遊客 和一名湖南遊客 在PG島潛水的時候 被一名潛水員惡意生氧氣瓶的事件 那為什麼會氧氣中毒呢? 因為它在某程度上 空氣 我們的氧氣 所謂的氧氣 即是空氣 空氣應該這麼說 是在淡氣混氧氣 加上其他氣體組成的 氣體每個份量都不同 所以如果氧氣濃度不恰當 也會存在風險 氧氣中毒包括麻痺 局部性徑亂 即是臉、嘴、單邊身 暈眩、想吐、看東西蒙茶茶 是這樣的 如果像剛才所說出現抽筋的情況 暈眩的情況 在水底是極危險的 所以 為了預防深海潛水的時候的氧氣中毒 所以做潛水之前要做好計劃 一定是深度使用安全範圍的氧氣濃度 大家出去玩水 尤其是熱騰騰騰 很多人都會去考潛水牌 無論是香港也好 菲律賓也好 台灣也好 日本也好 周圍也好 總之大家真的要小心 欺山莫、欺水 這句真是老道理 接著看看下一宗 這一宗也是成中熱話 又是玩爛了 什麼事? 因為日本富士河口湖 這間便利店Lawson 你們不相信 每個人都走過來打卡 搞到沒有生意 不是 妨礙我做生意 遊客也亂了 所以現在官方出了一個方案 解決了這個問題 我相信也不算是西方 很多旅遊推介 也會介紹河口湖 Lawson便利店 Lawson在日本有很多 等同我們好像在香港 七仔 OK仔 就是在富士山的景點 因為他的背景 前面是一間便利店 後面是一個富士山 很多人去打卡 但一看到這麼漂亮的景點 人們就會忘記我了 為了打卡 要漂亮不要命 為了爭取一個讚 就可以連命都不要 這件事 引起當地的官員關注 就說有鑑於太多遊客 去這個地方打卡 搞到 也會現象戲 當局會在最多人拍照的行人路 架設一幅長20米 高2.5米的黑色巨螢 就防止旅客站著打卡 這個打卡熱點 就位於日本山梨縣 富士河口湖鐵路站 不遠的一間羅臣便利店 從便利店對面的行人路 看著它 就可以看到很漂亮的富士山 很漂亮的景點 全世界都介紹了 現在終於玩難了 決定政府要封牆了 日本TBS的電視台也訪問了一些遊客 他說這個景點帶來很多遊客 他們到處在出口吃東西 在馬路蹲蹲 扔到到處都是垃圾 最影響的一間牙醫診所 這個診所的所長就表示 大部分亞洲客人 來這個地方 本身都很高興 但是同時間 你看到那些人又辣烈到周地彈 那些飯盒都到處砍 不守規矩 這些都玩爛了 你不要管哪個國籍 總之你不要 每個人都不守規矩 最後別人就搞了 那就沒得看了 絕響了 當然 執書行頭 慘過敗家 明明那些都是馬路 所以就擋了他 你問我 我覺得是要的 大家都不自律 自律 肯定什麼地方的遊客 不用什麼 不用說 每個人都有份 人人有份 永不落空 也可以告訴大家 這些景點 沒有了 玩爛了就沒有了 所以經常都說出外是要自律的 好了 接著 也要看看TikTok TikTok這個話題 因為說到美國 現在要強制TikTok 要它賣 你不賣 我就不讓你 不讓你繼續在美國使用 就要它剝離自律跳動 美國總統都簽署了這個法案 成為法律 但是 根據TikTok的CEO周壽知 就說 We can go anywhere 到處都不會去 但是近期有消息 不知道 是不是流料 自律跳動 想著就是賣TikTok 是不是棄居補稅呢 但是TikTok 或者字節跳動 都出來回應 就說我們不會賣 寧願沒有了它 也不賣 這樣 在玉石俱焚 看看誰能夠贏到最後 大家鬥硬的時候 看看美國又如何處理 好 接著看看下一則新聞 這則新聞也關於美國的事 在史上 美國應該是史上第一例 物理閹割 呼呼 要了 應該 有人說 讓你色情人那麼色情 這件事件在美國路易斯安拿州 有位54歲的男子叫沙利文 由於她多次強姦一名14歲少女 導致她帶肚 哇 這麼差勁 真是很離譜 所以當然要重判 這件判決出現在路易斯安拿州的民斯頓 在22年的7月 有個年輕女去警局報案 就說自己在14歲的時候 已經多次被人強姦 導致她有了新人 經過DNA的檢測 確定了疑犯當時52歲 這位叫沙利文 沙利文更加恐嚇受害人 和她家人不可以報警 由於證據確鑿 警方就將她逮捕 好 當地檢察官辦公室指控 沙利文四項兩級的強姦罪 檢察官就在一份聲明當中表示 由於恐懼 很多類似的案件都沒有被舉報 而這個年輕女面對威脅 在逆境的時候說出真相 需要的力量的確令人欣賠 好 後來這位沙利文強姦法出庭 承認了四項強姦罪 法官判監50年了 但是為什麼會閹割她呢? 原來根據2008年 努力斯安亞州其中一項法律規定 犯有某些強姦罪的男性 可以被判罰化學閹割 也可以被判物理閹割 根據沙利文這位強姦犯提出的請求 法官判她進行物理的閹割 行公刑 沒錯 也將摩根大通割了她 真的 其實她已經54歲了 為什麼她會用這個物理閹割呢? 為什麼呢? 我先看看 原來她也可能想過度過 這位強姦犯 因為根據法律規定 這項程序由州的懲教局執行 不能超過犯罪 反出獄前一個星期執行 換句話說 沙利文要復應50年結束之前 一個星期才會進行公刑 是這樣的 剛才你想到了 她也54歲了 如果她長命百歲 她完成她的復刑 已經過了一百歲了 那你想想 一百歲才被人閹割 那時候還能不能閹割呢? 這個人真的不知道了 但也可以告訴大家 其實我覺得 是不是應該 可以提早閹割呢? 是的 如果判了之後先閹後坐牢 這樣可以嗎? 這個可以讓大家 議論一下 好吧 起碼有人先判了 走公刑 也是一件好事 有一個阻嚇性 我覺得如果 堅閹下去的時候 真的會令一些人 真的會縮起來 掩住鼓鼓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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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也要看看下一則新聞 這則新聞說說那媽牌 什麼那媽牌? 正路院? 哎呀 這個不是那媽牌 是日本的正路院 日本富山院藥廠製造商 一家叫極東 旗下的腸胃藥叫正路院 不是那媽牌 主要成份不達標 竟然還未合乎規格的情況下 多次暑改實驗室紀錄正常出火 因此 富山院政府對這家公司 就要停業23天做處分 之前已經出現了一宗關於紅谷事件 現在的整場院 又出現了問題 為了吃壞人 這麼多人去日本掃貨 買了一些有問題的產品 吃死人 那怎麼辦呢? 根據富山院政府指出 極東在生產腸胃藥正路院的過程中 有多個批次的產品 經過檢驗後 就出現了一種成份 含量比標準規格還要低 但是藥廠偽造實驗紀錄 將這些不合規格的藥照出品 吃完之後沒有了解 這樣就不行了 所以大家要留意 這是正東藥廠出的 整場院 不要搞錯 你知道現在有很多不同牌子的 我還以為是那一隻 對了 接下來 也關乎美國 美版撕殺列車 真實 真實出來 這麼恐怖 是不是真的呢? 我們也要和大家看看 原來這件事件在美國傳媒 報道 有兩名獵人 吃了患有殭屍綠病的綠肉之後 接著感染而死亡 哇 如果他不死的話 那他就變成殭屍? 很嚴重的 今天美國報道 感染病毒殭屍綠 會出現了體重減輕 協罰協調 瘦 流口水 對人 缺乏恐懼等 這些症狀 如果那些綠吃了就不怕人 完全喪失理性 報道指出 這兩名獵人 吃了殭屍綠病的綠肉之後 出現了精神挫亂 以及攻擊性的行為 你想想 咬人 哇 這樣會 接著他就像吃了毒品一樣 瘋了 那兩個人接受治療 仍然在一個月內死亡 不過研究人員說 不代表殭屍綠病會傳染人類 哇 你說笑也好 他吃了 煮熟 我猜他不是生吃了吧 這樣也能惹到他了 還不是傳染給別人 那是什麼 嗯 剛剛剛剛而已 哇 這些真的要小心 很嚴重的 整個美國變成喪屍國 到時候全球真的搞不定 會不會到時候變成美版的施殺列車呢 大家看過施殺列車的有多少 又是綠的那些問題 對吧 那麼 唉 想起也很恐怖 這個世界將會變得很恐怖很恐怖 好 接著繼續 不要停了 美國很多事 美國這個校園挺巴勒斯坦的示威 浪潮繼續升溫了 情況更加 吹到法國那邊 好了 早前大量的防暴警察 入了多個校園清場 抓了很多人 根據美國傳媒指出 目前有16間高校 也出現類似的示威活動 路透社統計 一共有550人被捕 在這麽緊張的氣氛下 部分學校大學改為網上授課 或者取消原本的畢業禮 除了美國之外 原來說到法國也有大學爆發挺巴示威 澳洲有校園組織發聲明支持 嘩 這麼厲害? 真是一石掀起千叢浪 美國政府要求示威者 要跟他們在日前達成協議 有大學憂慮示威活動 影響5月舉行的畢業禮 決定選擇與警方合作 所以警方得到允許進入學校清場 爆發這個姿勢衝突 是這樣的 越來越多學校 越來越多人被捕 這個示威浪潮還沒有平息 但是校園清場的手法 就引起大家關注了 所以會不會掀起 現在美國自己的內亂呢? 這場耳巴戰爭 引起全球很多人不同的看法 真是世界粒粒亂 除了世界粒粒亂之外 我們也說說查理斯 查理斯在復活節出來 大家都記得 那些報道很精神 沒什麼 但始終病情 可以突然急轉直下 現在有報道說 查理斯的健康狀況 絕不理想 有多不理想 是不是真的 我們一起和大家看看 現在已經75歲了 英國國王查理斯三世 自從他在2月宣布患癌之後 一直都不知道究竟生病 那種癌症 又或者 他的情況是怎樣 但是之前已經有些媒體爆料 說他可能只有兩年內的命 是不是真的只有這麼少呢? 好像那些報道這樣說 根據美國 這個叫野獸日報的報道 有知情人士指出 查理斯的健康狀況 每放月下 情況是逐漸惡化 白金漢公定期更新的葬禮計劃 而且準備工作 早就在這個英女王 伊利沙伯二世落葬隔天 即將已經展開了 現在除了他在4月出來之後 一直都沒怎麼再見過他 報道引述很多名消息人士說 查理斯的身體狀況 極不好 這樣 那怎麽都好 如果 即是前列腺癌 有人就說 是否真的 有人說容易治癌 有人說可能成為異狀癌 癌痺癌還是怎樣 就不知道 但問怎樣也好 最重要的是他的身體 希望不要每放月下 快點治療出來見人 否则也挺麻烦的 根据报道指出 有一名参加皇室葬礼策划的高阶官员表示 当然他们关注梅内桥行动 被誉为是皇室桑礼计划 查理斯桑礼计划的行动代号 就叫梅内桥行动 在各方各面说到 他们也很关注 因为之前英雷王的葬礼都进行很顺利 现在就会继续审视 不想到查理斯那一刻 又出现了什么脱落的情况 到了这个情况 可能真的好像一如报道所说 查理斯的身体状况都不是那么好 另外再来看看战争的东西 战争的东西 乌克兰和俄罗斯 这场战争大家就放了很多飞弹导弹 什么都出齐了 但是说到原来 之前我所估计的东西 甚至乎或者外界媒体所推测的东西 都真的是真的 因为现在乌克兰方面发现了 多枚由俄罗斯发射的导弹 就是北韩小货 竟然是这样 更加搞笑 搞笑在什么事呢 有日本传媒报道 乌克兰发现了多枚由俄罗斯发射 去襲击乌克兰的北韩飞弹上 大量有偽造的零件 没有牌火? 不是吧? B火? 好 怀疑北韩向外国生产商 购买零件时就被人构架货 轰弹他 这么搞笑啊? 根据日本的朝日新闻报道 在乌克兰发现多枚飞弹上 印有JAPAN的字样 怎么搞的? 就怀疑是日本零件来的 但是日本生产商就说 这些东西都不是我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一看我们都不是这样的 他们的帽子 甚至乎的编号都不是这样的 所以他就怀疑这些是老番货 这样啊? 这么搞笑啊? 是的 北韩帮俄罗斯製造飞弹 所以为什么之前金仔突然有一些 军备像脱胎换骨那样呢? 但是金仔 你找零件的时候也要留意一下 你这些飞弹 原来很多都是军牌件的 那这些军牌零件 劣质零件 难怪他经常都不行了 那些东西是Walk的 哈哈哈哈 就像那些 买的USB手指 说是1TB 其实只有128G那些 虚飙啊 哇 又说中药又说厉害 原来真的流了 哈哈哈 真是死了 一喝眼泪 哎呀这些东西真是 打仗了都用了假东西 所以你说真真假假 难分真与假了 那之前刚才说了 就是日本有景点 是不是? 玩烂了 那一位威尼斯 就是意大利威尼斯 就说了 他就推出那一天油 不是需要付钱的 收费的 你不过夜的话 那竟然有人博猛了 当然想想着蒙运过关 但是威尼斯 他们释出一个方案 就说了 你如果没有付入成费的话 将会罚2500元 有人就说这么贵? 那也是的 但是这件事 连日本大阪也访效 就是想着向游日的旅客征收费用 去解决过渡旅游的问题 其实是一定的 你现在的日元是这样的 是吧? 四算 见到四字头 我身边的老朋友 现在每个人先唱好一点 当然了 正所谓是闲来唱时 急时用 唱好一点又没坏的 一拉起手 有钱出去玩 是不是? 有人就说 那不就等待日子的日元回升 才去玩 我更加说了 你以为到时候没有人 一样这么多人 每个都像现在这样唱好钱 到时候又是去玩 没关系的 何况呢 当你那个点子 你唱的钱不是太厉害的话 你不像我国内的同胞 抬成一亿日元过去 一亿日元过去 几亿日元过去 那你这些区区小小的点数 其实都不是差很远的 但是都已经足以逼爆别人 现在日本 迟早会被大家踩沉 这样搞法 当然 有很多人才可以 每个人去买东西 你想想 那时候十算的年代 现在五算的年代 是不是? 持续低 五元一百日元 真是夸张 四个多 四个九 怎样都好 大家出去玩的时候 都要注意一下 别人的地方的规矩 不要玩懒了 到时候多便宜都没用 不关你事 最后也跟大家说一下 美国政府新规定 航空公司遇到三种情况 必须限时退回现监 什么事呢? 现在美国运输部最新规定 要求航空公司主动向航班被取消 国内线延不超过三个小时 国际线延不超过六个小时的乘客 提供现金退款 那么 他们美国运输部部长就说 当航空公司欠乘客钱的时候 乘客就应该拿回款项 无需头痛或者讨价还价 那就对了 大哥 你之前有说赔那些什么QPON 又说赔回积分 浪费气 这些人就觉得 现在的问题是你不给服务我 为什么我买完服务 你会变成代用券 这些感觉上也不行 说到说不可以 也改变一下 今集时间就说到这里 下次再说 拜拜